下一個題目不在我給各位的提醒中 但是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就跟當初的重量百分濃度一樣 要求溶質的質量 現在變成要求的是溶質的墨數 當然有墨數之後 可以再把它變成質量 或者變成多少個 請問你0.4大胺的 金氧化胺的溶液中 0.3公升有多少的金氧化胺 多少墨 好來 這就是我們的重要的提醒 求溶質 然後呢 公式就長這樣 M 身分之墨 跟各位講過了 如果看所謂的小瓢蟲 是甚麼意思啊 要求墨 要把墨遮住 對不對 墨遮住之後呢 就是變成 大胺乘以 體積公升 所以墨濃度乘以溶液體積 就是我的溶質墨數 就是M乘V 就是我們的第三個求墨的方法 墨等於M乘以V 墨濃度乘以溶液體積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因為它常常要拿出來用 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因為它常常拿出來用 墨等於M乘以V 這個M則是墨濃度 不是質量 然後V這個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所以往裡面帶 就算出來 你一點一二末 就解決了 小試一裝 OK嗎 OK 現在給我問你 只是換數字而已 其他都一樣 然後注意事項跟前面相同 甚麼相同 它沒有給公升 它給的是甚麼 毫升 它給的是毫升 所以跟前面的注意事項是一樣的 請問你 這裡有硫酸多少末 這裡有硫酸多少末咧 停車戰界問 來 再一個男人叫做二五 二十五 二五 多少 起立 多少 零點一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零點一 剛跟你講過了 就長這樣 然後呢 小瓢蟲把末遮住 只要就是末濃度成體 就是M乘以V 跟你講過 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因為常要用 然後呢 濃度就是零點五 那兩百要注意 兩百是毫升 要換成公升 除以一千 或直接看零點二 所以呢 算出來就變成 零點一末 這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求融質末數 請你把那個公式背起來 末濃度 融質的末數 等於末濃度 乘以容易體積 體積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末等於M 乘以V M是末濃度 V是體積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OK 下一題 下一題跟前面一樣 你理論上0.2大M 然後500CC就是500毫升 你理論上是可以求 多少末 可是它不是問末 它是問功課 所以你要把末換成功課 這以前做過了 以前做過了 OK 要配這樣的融液 裡面有這麼多的融質 融質有幾公克 OK 給的是末濃度 給的是體積 可以求末數 人家不問末數 人家問的是質量 要把末換成質量 OK嗎 來 停車站借問 要找澤愛小女生 澤愛小女生叫做9號 9 你的答案 4號 16 10.6 請坐下 你的答案 叫做10.6 好 我們有一個方法是 你假設它是S功課 然後把S功課換成末濃度 這把末 對不起 對不起 換成末數 這把這個末數塞到公式裡面 要等於我的末濃度 這是一個做法 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利用末濃度求末數 再用末數求質量 我現在用第二個方法做 我現在用第二個方法做 目的 要你熟悉我們教的第三個算末的公式 末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所以 我們就算末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叫做末數M乘以V 然後就把它算出來 一樣 要把CC 毫升 換成公升 算出來就是0.1末 可是人家不是問末 人家是問質量 所以要從末換成質量 末怎麼換質量 以前學過的 來公式長這樣 小瓢蟲把質量遮住 下面是末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需要知道分質量 分質量就把它加起來 106 然後呢 就用你的末速成分質量 算出來就是10.6克 所以答案就是10.6 所以這也一樣是所謂的求融質的末 只是最後要把末換成質量 只有是讓各位練習熟悉 我們如何求融質的末數